音符及子及圣人之名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平安喜乐 我是圣家会五子情修女 常年期第十一周星期六圣马斗福音第六章 二十四到三十四节 今天的福音主题为主是一 唯独侍奉天主一是天主的照顾 根据张春生神父的说法 信仰福音回答福音的喜讯是抉择 悔改也是抉择 跟随耶稣基督更是抉择 由此体会抉择是接受天国的特征之一 天主是爱的天主 自由的天主 是人无法控制的天主 当人面对天主的时候 当机立乱 立刻决定而不迟言的答复 才不会失去救恩的机会 首先 耶稣用比较法 一人不能监视恶主 教导我们恨或爱 可以说是反对或拥护 或是照顾这一个 疏远那一个 饮食可以养生 衣服可以蔽体 但是切不可过于忧虑 甚至于我们的人的寿数 身体和性命 都是谁给的呢 不是天主吗 忧虑有忧愁焦虑的意思 太过于忧虑 无济于事 岂不是要提升我们的前进 与热心于天主的事 我们清楚理解 天父深知我们的需要 这样的信心 足以使我们放心 是否记得当我很沮丧的时候 天主施于哪些 我恰到好处的事物呢 当我开始对未来感到忧虑的时候 天主曾经给我支援呢 不要把目光放在负面的东西上 经上说 你要谨慎 殷勤保守你的心灵 忧虑的心理背后是因为恐惧 无法忍受对事情的不确定感 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状态 紧张 忧愁焦虑 苦恼 担忧 焦急的 他们会 妨碍投身于正常的生活 其次 耶稣透彻了解人的心灵 和人生的困境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该再过焦虑的生活 当我们在担忧 做计划 表达渴望 生病 或失望的时候 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 忧愁焦虑 这种偶然且正常的忧虑 可能变成一种焦虑的想法 贬低人的琐事 却看重人的所有 太重视所有 胜过琐事 这种颠倒的价值观 助长了忧虑 焦虑的后果 我们的心 到底安放在哪里呢 平安喜乐 是圣神的果实 是天主的恩宠 很多的时候 我们用思想 伤害自己 忧愁焦虑 问题并没有解决 问题并没有发生 但是我们却 起人忧天 耶稣不要我们 去制造这些 假想的难题 因为很容易 让自己成为 内在的囚犯 对未来 抱持悲观的心情 人生本来应该是喜乐 却成了恐惧 害怕 和忧虑的现象 造成身心失调 他更指出 你们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他举大自然的万物 谈到生活的乐趣 要我们观察一下 田间的百合花 观赏青草 天空的飞鸟 海里的鱼 他们悠然地生活在 天主的照顾下 谁装饰的呢 是天主 可是我们却不懂得 静观田野间的百合花 也不懂得 从生活中汲取喜乐 我们是照他的 肖像所造的人类 不更该有幸的吗 所以有的时候 也不妨出去走走 欣赏大自然 看看花草 也有学者解释 这里忧虑 并非指 超新日常生活的需要 更好解释为分心 若为了担心 生活上的吃喝 使我们的心 与天主分开 忽略了旧的 这就值得我们留意了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都不应该阻碍人 将天主放在首要的地位 圣方记说的 爱天主在万有之上 天主世界的第一界 也教导我们 亲从天主在万有之上 这是我们理想的生活方向 最后 福音的中心在于 你们该先寻求天主的国 也该寻求他的义德 二者是不可分开的 天主的国是充满正义 公道和平与仁爱的 进入天国就是进入永生 有永远的生命 这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 需要的是勉力 使天国在人间实现 先寻求了首要的 吃要的天主智慧 加给我们的 让我们一起为 所有的家庭祈祷 求主恩是家庭的和谐 忙碌的生活中 人常怀感恩之心 常祈祷 常喜乐 阿们 感谢你的聆听 天主保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